大家好 今天我们聊一聊最近在郑州发生的一起 这个餐厅食物中毒事件 这事开一听还是小事没啥 但是你仔细想想 这里边大段还不少 首先我们来看看事情经过 是9月5号吧 这个郑州的一家公司 订了51份的杨明宇黄奔鸡笔饭 当员工餐 结果好家伙 当天晚上就有人开始闹肚子 然后到最后呢 是20多号人都出现了 这个头晕呕吐腹泻这些症状 那么严重的还有6个人 就住院了 这个芭蕾公司给折腾坏了 你说这事严重不严重呢 51个人吃饭是吧 这个20多个人中招 这个比例还是不低的 差不多一半人出问题了 要个平时 谁能想到吃个工作餐是吧 还能吃出这么大动静呢 那我们看一下当地医院的这个检查结果 检验报告 首先是这个叫LDH 就是叫乳酸脱青霉吧 报告显示的是119 正常情况下的应该是120到250之间吧 虽然是差了一点点 这说明这个身体还是出了一些问题 再那个就是甲和钠 那么这两个呢 这个是我们身体维持运行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报告上甲是3.48 钠是136.3 这其中一个人的 都比正常值略低一点 所以呢 这个 是不是巧合呢 这个还真不一定 我们知道啊 这个腹泻和呕吐 会让人大量的失去水分 这就恰恰能导致这个甲和钠偏低 但是光看这些数据呢 可能 还不能就是百分之百确定是食物中毒 为什么呢 因为人体真的是特别复杂的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医生做诊断的时候 不仅要看化验单 是吧 还要看病人的这个症状 以及发病情况来综合判断 说到这儿呢 我们不妨猜一下啊 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什么东西吃坏的 是吧 有人说可能是这个 主食 出了问题 毕竟这个黄磨鸡米饭 大家都吃的 但是你想想这个 要是米饭或者鸡肉坏了 是吧 那感染的人可能更多 也有人说可能是水果的问题 这个 这个也不是不可能 是吧 水果也有可能有问题 水果 因为现在真是夏天吧 还算是 如果水果保管不当 这个 变质了 那这变质的速度是很快的 那不是闹着玩的 特别是我们说 切好的水果啊 这个 一旦要出问题 那就这个传不起来就很快 还有人听出来呢 文字不少啊 会不会是某种食物 黄磨鸡米饭 一起吃才出问题 是吧 这个话是有点意思 确实有的食物单吃没事 然后 一结合就出问题了 但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 饮料里边如果放冰 冰不干净 是吧 然后再配上高蛋白的肌肉 细菌呢 就可能会打下伸手 但是黄磨鸡米饭 就算是百搭吧 不可能 黄磨鸡米饭 配别的东西出什么问题 是吧 另外一个就说到这个细菌啊 我们还得给大家谱一下知识 造成食物中毒的细菌 主要有哪些 文字咬 首先是这个沙门氏菌 这家伙呢 是喜欢藏在这个 我们生的或者没煮熟的 这个肉和蛋里边 再就是大肠杆菌 那么他通常呢 是通过这个被污染的水吧 还有 没洗干净的蔬菜 这里边也有 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狠的 就是金黄色葡萄丘菌 它最爱呢 是在这个 室温下的 放的时间长的这个 食物里边繁殖 那除了细菌呢 病毒也是个麻烦 比如说什么 懦弱病毒 是吧 它可以通过 这个被污染的水啊 这个 传播 一会小心就能 引起这个大规模的传染 怎么预防这些细菌病毒啊 这些不速之客呢 其实还是老盛常谈啊 关键还是做好这个 三观 就进货观 主尊观 加工观 而且呢 食材要新鲜 是吧 这三年做到啊 彻底煮熟 是吧 就能大大降低食物风险 再说就是 那些没事的人 50多个人 不是有30多人没事吗 这个饭店可能会说 你看 不是所有人都拉肚子呀 都生病了 说不定我们的饭没问题 这个话呢 听着好像是那么回事 其实让我们知道 他就是在护轮啊 大家想想 人和人的这个身体啊 甚至素质不一样啊 身体的素质不一样 吃的量也不一样 甚至运气也不一样 是吧 有的人呢 没事 那不代表这个饭再没问题 是吧 重点是 为啥那么多人都拉肚子 是吧 生病了 所以这个事啊 心跳呢 就就在于这儿 那些吃饭的人 而且都属于年轻人 年轻人意味着就不会太愚昧 是吧 起码呢 看着坏的东西 比如说烂桃烂梨 他不会去吃的 对吧 也就是说呢 之前大家 看不出啥来 吃完后才出的问题 说到底呢 不管是 哪个原因吧 有一点肯定是肯定的啊 这个食品事件 就说明 现在社会上 还是有很严重的 食品安全问题 你想啊 一个正经饭店 怎么就能让这么多人 吃出问题来呢 如果是真的重视食品安全 就不可能出这种差子 是吧 那当然 后边这个饭店的反应 也是挺让人气愤的啊 这个饭店的态度 就说他们只愿意赔 赔900多块钱 大概就是那51份饭的 这个饭钱 所以你说这个事 这算什么事 人家都吃进医院了啊 你想用这个 退饭钱来打吧 这不是 把人命当儿戏吗 对吧 好的这个事呢 这个医院还是 应该是医院已经报告给卫健委了 但直接的证据呢 我觉得应该是化验啊 中午的食物 包括这个黄焖鸡米饭 水果 饮料 甚至当时的这个环境温度等等 如果没有保留证据 哎 这个 这又是个扯皮的问题 大家想想 所以呢 就算调查结果出来了啊 那些生病的人 土豆也就吃了 也就白吃了 嗯 这时候啊 我们就不仅要问 咱们的视频安全 到底是谁来负责 出了事 该追究谁的责任 现在饭店还要报警的 要删视频的 对吧 我想起前几天啊 刘谦那个团队啊 也是在杭州吧 那是在杭州食物中毒 那是海鲜好像是 那个问题更大啊 那个 但是这个问题的核心 我觉得是一样 那么 现在我也在外边啊 我想说的是呢 这种事啊 绝对不是小事 不仅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 更是反映了 就是这个社会的诚信啊 和责任是出了大问题 下次啊 你在外边 点外卖吃饭的时候呢 多留点心 因为谁也不知道呢 下一个躺在床上的 会不会是你是吧 这个事啊 给这些干饭店的 所有的餐饮行业 都应该 敲下一个警钟 这个食品安全啊 这是个良心问题 对吧 问题是中国现在 良心 不能说大大的坏了吧 这大部分 都出了一些问题 特别是这些服务业 所以我们呢 也只能话题聊到这儿了 好吧 祝大家平安 再会 谢谢大家 再会 谢谢观看